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最后呢 轩腾一时 所以在今天我们特别请黄佑佳本人 来还原事情的真相 当然我们不是只有请媳妇婆婆也要请来 是不是 这样才能够平衡两兆说法 所以到底怎么回事呢 邀请到美女名医黄佑佳 大家好 也邀请到婆婆 虽然不是黄佑佳的前婆婆 但也是身为婆婆的 请加美女婆婆 好不好 欢迎女婆婆 邀请到 别人的婆婆 不是黄佑佳的婆婆了 美女婆婆 两性专家 无捐鱼 谢谢 好 邀请到自然媒体人邀明玉 我是未来的婆婆 大家好 自然媒体人 连长玉 我已经当婆婆了 好 小心 我看起来婆婆阵容比较坚强 好 我们还来看 这两天 新闻超级无敌霹雳热的是 美女皇佑佳医师 她的失态影片曝光 而这影片为什么曝光 据说是前夫家的舅舅 主动丢出来的 为什么做这件事呢 然后还说 这个黄佑佳 这个做人媳妇 不知道 此分寸 竟然奉婆婆是消杂木 还丢东西 连前夫也遭殃 怎么回事 我们先来看黄佑佳前夫 舅舅丢出来的一片 我回来 我晚上还要出去看小孩 我现在要看小孩 难道不行吗 那我跟你不合 我不想要跟你一起看小孩 不行吗 对不对 你不能这样做 你如果他比较贵 你如果撒架了 你不敢再说 你不要这样讲 你的孙女可能也叫不出去了 不要说别人 嘴巴流点好话 小达后 你在这儿再说话 你如果说我小达后不要说 你以为话都拧着论说 好 我们先还原这个世界 当时是怎么回事 其实如果只在乎丢东西 这个动作的话 我也就直接告诉大家 没有丢到 有丢但是没有丢到 对 但如果你愿意去在乎 我为什么要丢 为什么我这样受过教育的女生 嫁进去一个家庭里面 竟然会做出那种失控的举动 如果你愿意知道更多 那我觉得才能更讨论 如果你只是一个层级 只能到 你为什么丢 你不应该丢 你都不考虑后面原因的话 那我也觉得就是 就是媳妇的悲哀嘛 因为你在里面做什么 都是不对的 第二个我好奇的是 为什么前夫 舅舅 要在你们已经离婚 这么久之后 你们离婚多久 我们已经离婚快五年了吧 好 已经离婚五年之后 要把这个前程往事丢出来呢 这也蛮奇怪的 因为其实我从这个 106年左右开始 其实就有上节目 有探讨一些两性 婆媳的议题 然后其实我并不如 这个周刊所恶意描述的 说我是什么 常常在节目 类似前婆婆 反而其实我都是在 节目里面谈笑风生 我觉得就是遇到 这样的婆婆也没关系 还是可以好好走出来 我是站在这样子的角度 想要鼓励 跟我有同样遭遇的女性 但是他们就说 好像可能也没看节目 然后就说 我是故意要抹黑 我的这个前婆婆这样 是因为你上节目 然后这是第一 但是我上节目是很久以前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她的亲戚都来跟我说 又加我们都有看 上你看节目 你讲得真好 可是 她的亲戚说你讲得真好 对啊 然后可是问题是 那个她没有 那时候没有反映意见 但直到我去年的五月 我提出剩余财产分配 我是在离婚 规定两年之内 可以提出剩余财产分配 我就是在离婚的两年 期限快满了 最后一个月 我提出了剩余财产分配之后 这个舅舅就好像发疯似的 一直剪 我不晓他的影片从哪里来 因为这个本来是夫妻之间 不应该这个外流的这些私人影片 她不晓得是偷还抢 还是威胁力破 还是前婆婆 还是前夫故意释出的 但是她就是一直这网路的霸凌 剪接各种影片 然后就是 有经过剪接吗 经过剪接 然后标题很恶劣 都是贪婪的黄医师 贪婪的黄又嘉 然后就是一直在攻击我这样 这个六年来 你上了电视节目 你也赚很多通告费嘛 对不对 通告费太少了 我觉得 因为也不会太少 因为你还有其他额外会来找你 活动 演讲等等 都没有 六年来他们难道没有 一次跟你讲说 那个佑家不要再讲了 你敢说六年 对不对 就像其实我那时候 刚离婚的时候 我也曾经讲过说 我们那时候为什么要离婚 其实我没有讲到 我婆婆怎么样 反而是我婆婆 心疼她的儿子 她的家庭 她们会受到影响 她反而透过 还不是 还很委屈来跟我讲说 就不要再讲了 那我就知道说 他们一定会难过嘛 就说你这个事情是讲 你敢说六年 第一个 就是说讲要 我觉得如果是讲事实 你为什么不能让人家讲 如果你不能让人家讲 你当年就不要做 你不做就没有人讲你 我今天这个周刊的报导 还没提出什么证据 我已经在我的粉专 提出了九点的反击 每一个都是有证据的 这是第一个 我们等会来厘清 到底事情的真相是什么 但刚刚其实佑嘉 也谈到另外一个重点 是因为你提出了一个 剩余财产分配的官司 那有没有可能是 前夫家希望透过这个影片 去影响法官对你的观感 我们不知道 有没有这个可能 是不是 这背后仍然有 司法算计在呢 有这个可能吗 但当然 在台湾传统的观念里 还是做媳妇的 要知道分寸嘛 对不对 做人的媳妇就知道 爱得利 不能说话 要点点 好 这是传统的观念 但显然佑嘉不是我们传统 过去刻板印象的媳妇 所以这为什么那么多媳妇 会向着她 支持她 因为太多人的声音 都被压下去了 甚至抹掉了 所以他们会很痛苦 听到有一个人 应该是说我赞同 就是婆婆们 或者是比较守旧派 传统的观众们 也许你们赞同 就是婆婆说一句话 你不应该回二十句 但是如果你所处在的环境是 你会去发疯 你会去跳楼 你会去自杀 你会没有办法继续生活下去 你顶二十句 你也要顶下去的 我直接问 夫家的控诉 前夫家的控诉 好不好 前夫家也就是 舅舅控诉 前舅舅控诉说 你是一个拜金女 你跟老公去欧洲旅游的时候 花了非常多钱 老公在你身上 至少花了上千万 他说你多爱钱 爱到离婚的时候 连家里的锅子都要拿走 有没有这回事 说实在来 我们离婚妇女就是要省钱 可以用的锅子 自己买的 为什么不拿走呢 我为什么要装大方 难道她自己没有锅子用吗 还需要用我的吗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我觉得她这个提出的问题很好 就是现在的男人是不是离婚了 都要把女人打成拜金 他才能够取下一个呢 是不是把错通通堆到女人的身上 是你拜金 是你这个不好 你一直 我们才会离婚呢 其实我们离婚的妇女是这样子的 第一个拜金 我卖的是谁的金 我99.999% 身上所有的东西 我的饰品 我都是自己靠我的辛苦 劳力赚来的钱 在婚姻过程中也是吗 婚姻过程中也是吗 在婚姻过程中 他应该有送过我两个包 包包 对 不是说有一个Chanel 还有爱马仕吗 那都是我自己买的 我都有这个收据 你自己的钱买的 我自己的钱买的 那你婚纱也是自己钱买的吗 婚纱 对 他们想要用 几十万日币买的 他们说请先让我讲完 对 请先让我讲完 就是说我们这些有钱人 他姑且都不去问说 你的钱是怎么赚来的 可是他们就觉得说 像我们这种辛辛苦苦 赚钱的人 是穷人 就不应该有更高的 生活品质的享受 所以你用好的东西 就是浪费钱 这是第一个概念 那第二个概念 我想要说明的是 其实在这个离婚的诉讼过程中 我前夫花了大笔的律师费 来争取说 他这个小孩子的抚养 只愿意给平民人家 一个月一万块的抚养费 那所以呢 还有呢 我们离婚之后 前夫都不告诉我 他就把小孩子的这个健保都退掉了 隔了半年之后 才给我一张健保局 叫我补缴两个生病小孩子的 这个补缴的费用 所以我是觉得一个 大家可以想啦 以一个千亿 号称千亿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千亿 的一个所谓的男人 他对自己的骨血 尚且都是这样的资珠弊较 他对于一个老婆或是女人 他真的有可能花到千万吗 我真的想要看到千万的名戏 我觉得他是说 这个结婚 好像花了他很多钱 首先呢 我们这个加拿大的订婚 其实我妈妈说 我们就是一般的人家 我们公正结婚就好了 但是他活到四十五岁 才第一次娶老婆 他又是那样子的家世背景的人 他一定要办婚宴嘛 那订婚本来应该是女生办 他就是因为他自己 要去加拿大打高尔夫球 我又不会打高尔夫球啊 所以我是配合他 去加拿大办婚宴 那去加拿大呢 这个礼服也是我自己买的 确实当年买十三万 这件礼服我自己出钱啊 然后这个装法也是我自己弄嘛 我去加拿大 你要去法国买名牌 也就是这一件 这一件是你自己花钱买的 我自己买的十三万 然后专法是我自己弄的啊 我去加拿大 我也没有另聘摄影师 没有另聘婚纱师 有啦 有找得到啦 只是他们不想花钱吧 然后第二个 你说因为用贵有美婚纱 对 小S的贵 大S的贵有美婚纱 听说是百万对吧 我也听说了 但是我觉得我很好 我勤俭持家 我买的是贵有美最便宜的婚纱 也四十三万嘛 四十五万日币 也是差不多嘛 台币也十几万嘛 跟我自己花在我身上的礼服的钱 差不多 而且告诉大家 这讲到这里我兴致就来了 为什么我需要去买婚纱 是因为我要在台湾办一场婚礼 然后因为他们在泰国经商 他们要去泰国办一场婚礼 结过婚的人都知道 我与其去租婚纱 带来带去 是我还不如去买一套婚纱 这个绝对超值 你说到 所以我已经这么的 这个帮他算计了 这么的勤俭持家 可是你知道吗 他还不满意 你是在 你们认识七天之后 你就跑到医院去见他爸爸 因为他的病重 然后你主动的提出要 百日之内要完婚 就是一百天之内要完婚 然后认识二十四天就结婚了 就是一心要嫁入豪门 这个都是错的 这个都是错的 可是是不是他爸爸生病的时候 你去看 然后你就逼他百日之内要完婚 就是说 形作成一心要嫁入豪门 当然 你刚刚一直强调说 你是平凡人家 可是你看你婚纱要十几万 你要去加拿大 去订个婚 然后你要去欧洲 买爱马仕买 Chanel这些 你又多么勤俭持家 对不对 我花我的钱 为什么不能买 都没有花到他们一毛钱吗 我说过 他有送过我两个包包 所以如果说这是花钱 当然是花钱 那你如果说旅费的话 有没有一心要嫁入豪门 我跟大家报告一下 其实我为什么会这么倒霉 我今天也没有怪我前同事 是因为我的眼科门诊的同事 跟我讲说 佑嘉 你现在有没有男朋友 如果没有的话 我跟你介绍一个商人 但是 他已经五十岁了 而且我们是眼科 他直接告诉我说 他邪视角度有五十度之大 是十五岁啦 他那时候是四十五岁 现在才五十 对 然后呢 邪视角度很大 你会不会介意 我那个时候其实很好心 我就说 哎呀 有什么关系 我们是眼科医师 怎么可能会觉得 人家眼睛就稍微有点状况 就是不会认可他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还是去认识 所以其实 我们是透过介绍的 并不是他告诉我说 他是豪门 是我去什么场合要去认识他 这是第一个 那我再追问一下 因为讲到 寻塑他什么贪财这个部分 这个就是说 周刊里面有指控说 那个你有 婆婆要捐钱给慈善团体 但是你说你不要 你要捐给慈善团 不然捐给我 那另外还有一个 什么上益的保单 你要求要改成你的名字 有没有这回事 对 我第一个 其实我不太记得 是不是有叫他要 这个什么赛款捐给我 如果有的话我认为我当时的 依据当时的状况来推回去向的话 我认为是因为 当时就是很悲惨的 我两个小孩子生出来 都是早产儿病重 甚至就是说 有没有手术成功 能不能过关都不知道 我其实蛮怕他 因为是老人家 其实是七十几岁 然后会去走旁门组 到被人家诈骗 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是站在这个立场 去改动 那事实上的结果是 我也没有拿到他的善款 那他去捐了别人的 有没有捐别的善款 我也不知道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是说 上益的保单 上益的 据说 周刊是说 先生有一个上益保单 你要求要改成你的名字 如果有上益保单 拜托这个秀一下 我们也想知道 上益保单长什么样子 我当年只是看到 我这个前夫的书桌上 有一张保单 它是十万美金的保单 然后他的受益人 我是在结婚之后发现的 然后他的受益人是写 妈妈陈徐月娥的名字 然后其实我 我其实是一个很单纯 我没有在处理什么事物 比如说我自己的保单 是我妈妈帮忙买的 然后所以我就去问我妈妈说 你们现在这个保险受益人 理论上 结婚前跟结婚后 会有差别吗 我说为什么不是写老婆的名字 所以其实是基于这样子 提出一个疑问 那我觉得台湾人就是这样 提出疑问 人家就觉得你是贪 我也没办法 所以等一下 让我讲一下 平衡一下 大家现在都觉得 你已经得罪很多人 得罪很多我们这些婆婆 但是我私下 我先请问你 你算是拜金的人吗 你觉得吗 你是吗 我觉得那个所谓的拜 因为我讲 你那一天跟我去电视录影 中午我就走掉了 结果你说你要去吃便当 黄医师 你怎么会去吃人家的便当 后面还有别的通告 所以吃便当事就早上赶通告了 我的意思是说 你其实是 但是这个听起来不是拜金 这个听起来是很缺 很缺 还有我们一起上通告 我要搭计程车 要回台北 他赶快钻进来 要省那个钱 就是他很省 我看到是省 你为什么是拜金呢 我很奇怪 你要讲给我们这些 对 我想说 我们不是每次来都穿这件外套吗 我也不知道我哪里 在这件就对了 好 在今天黄医师也独家 带来一段影片 让我们一窥到底 他们的婆媳之间 平常怎么对话 你这一点都没有办法缺受吗 黄医师 我刚刚看到 穿取这衣服是你嘛 对 然后刚开始那声音是你婆婆 对 这个是怎么回事 这个是一个放在保姆房 就是要这个监视保姆的 或者是说监察保姆的一个录影机 刚好就录到那一天 我因为只是丢掉一片蛋糕 他可能摆在那里 我问都没有人 那因为我的小孩子 事实上是吃乳糖不耐受症 他吃蛋糕就是会烙塞 我也很怕他突然随便跑过来乱吃 然后其实我就把它丢掉 然后只是不巧的是 那个蛋糕其实是婆婆买的 然后所以他就整个发怒 所以就会说 你在挑战什么 事实上后面 如果仔细听的话 还有就是骂我说什么 脆皮跟老皮跟... 反正就是台语的 就是说你 你其实就是傲皮啦 傲皮跟脆皮啦 你其实就是傲皮 然后你还该... 所以我的意思是我的婚姻中 我其实常常听到这些 婆婆给予的言语跟精神的霸凌 包括我其实产后 27周早产 我们已经非常的辛苦 前婆婆还是要来 跑来说我这个子宫坏 然后就是有一堆的这种磨难 其实蛮辛苦的 刚刚看这部影片 其实那个婆婆生意是很高亢 很愤怒的 而你是很弱势就坐下来 他知道你在录影吗 他知道你在房间有装这种 应该没有想到 比如说密录器啦 我觉得这个窃听器是你自己偷装 还是他们都知道的 其实他们自己本来就有在保姆房 偷装这个录影机 反而是我不知道 这个都有证据所说 就是保姆自己有告诉我说 那个他有发现我还不知道 那我自己的话是因为 我就不是不知道 房间里面已经有装了嘛 那我有跟保姆讲说 我们可能要放一个 万一不在的时候 我们还是可以看一些记录 也提醒他要帮我们注意 那我那一天其实我觉得 我算是剪刀枪啦 所以其实这是附加装的 对 然后你不知道 后来保姆告诉你说不用装啦 他们已经装了 没有这个录影 这个密录器是我买的 你买的 是我买的是我的 然后是我要放在 这个小孩子的游戏室 那个是小孩子游戏室 我要监看保姆的 我有跟保姆讲 然后只是说那一天吵架 其实每一天都在吵架 不是他骂我 就是我骂他两个互吵嘛 你婚姻末期就是这样 因为人家要来跟你吵 我就说我不是跟你唱 这个我爱你的人嘛 然后他就来吵 吵的话就是刚好被录音到 然后所以其实我很开心 我终于有一个证据说 我是这样子的被精神 被言语的这个虐待 不然我卡在那边 我都苦无证据 我到底要怎么离婚 我其实蛮艰难的 那因此我就说这个 像我们等一下还有一个是 这个警察的影片 所以我就拿着这个录音 这个密录器 我要就是说做我自己的证据 然后他们还把这个密录器抢走 我后来衍生成两个的 这个民事互告案件 那所以其实前舅舅一直攻击我 我觉得大家都失焦了 说什么女生拜金什么的 其实拜金那么多钱 怕什么呢 怕什么呢 你不是说你很有钱吗 你钱就算不给我用 你又怕什么呢 所以其实并不是 我如果说真的拜金的话 我就在里面蹲苦窑 我就一直蹲着 蹲着我就可以比较多钱 不是吗 那问题是不是 我们就是一定有 忍耐不了的因素 否则难道我比大家笨吗 我不知道吃香喝辣吗 我不知道要住豪宅吗 我不知道要用里面的庸人吗 我就是没办法呀 我讲到拜 不好意思 我再猜一下 就讲到拜金的部分 就是说你自己有讲 就是说婆婆送你的耳环 什么珠宝的 她要要回去 可是问题是说 你的那个官司偏偏又败诉 所以现在是法官认定说 你是不能要回去的 是这样吗 对 所以这也是 我今天要站出来 很感谢 这是我第一次讨论 我们那个珠宝官司案件 其实大家可以看 这个后面的 这些都是丧茶的这个珠宝 如果你当初 在跑到加拿大订婚 婆婆亲自给我 戴上去的这些珠宝 你事后告诉我说 佑嘉我这个只是借你戴 我只是在贵妇面前冲派头 这些东西都不是给你的 是送你的 我今天会离婚的 觉得说这是我的东西 而去要回来吗 我就不会有要回来 这个动作 而是因为我认为 一般就算是在普通的人家 也不至于到没有钱 也许有 她会去金店去租 但是会就跟你说 我们租完就是要还回去 那所以以我认定 就是我嫁到这样的人家 应该这个东西 没有特别跟我讲 确实是符合民俗上 上家的原则才对 所以我会觉得 这个东西是我的 然后偏偏这个官司会败诉 我想要交这个全台湾 要准备要结婚 或者是这个已经 在婚姻中注意 第一个你的钻戒 不要放在保险箱 你一定要戴在手上 你所有的手势 通通最好戴在手上 为什么 因为后来你觉得这些东西 上帖是送给我的 在这么多人面前见证 都是福伦社有钱的大老板 面前见证的这些珠宝 当我要拿回来的时候 其实他为什么会败诉 是因为检察官认为 我没有办法证明当初 我是有放进去这个保险箱的 所以你人在关系好的时候 怎么会放保险箱又来录影 然后又来写一个这个登记 不是这样子 所以几个关键 你们争执的那个珠宝 是他当初 让你戴在身上的那些珠宝 没有 当初 这个珠宝争执的案件 事实上是因为 他送我一副珍珠耳环 然后他后来又要回去 不是这一副 不是这一副 所以有一副珍珠耳环 他说他送给你 但是后来他要要回去 然后我就跟我妈妈抱怨说 其实我觉得这样人好奇怪 为什么送人东西都要要回去 就像我前婆婆 后来也是在这个珠宝官司里面 去作证说 当初这些东西都是借我带的 可是事实上 我们也有一系列的名系 就是他在里面都已经说 这一副上黄佑加 什么一百万泰币 这个都有文字 但是为什么检察官都不采信 就是因为 我觉得检察官采取 那这些珠宝是放在 婆婆的保险箱是不是 放在 应该是放在前夫的 这个四楼的保险箱 那个是在我 因为你们住在同一栋 我嫁进去之前就有 但是我每次 如果要出去要带的话 得是前夫上去四楼 开他的保险箱 我并不知道密码 但我说就是女生一开始傻 你会相信他是你的良人 你会信任他 我们以为夫妻之间是互信 没想到人家是把我们当贼 所以我们并没有保险箱的号码 所以这件官司 其实我当初在跟律师讲的时候 我就知道他困难 但是困难的事情 我还是得要做 我至少让你知道说 你要欺负一个人 要随随便便说 这个钻戒是借你带 你敢说这样子的话 你还是要走法院一招的 所以我们就是说看到 像他的舅舅这次 因为舅舅出来 他一直在指控你 就是说因为你用试管 然后生了双毛肚子之后 你态度180度到 这个部分我们等会再来谈 到底孩子在婚姻里头 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我们等会再来请教黄医师 不过黄医师刚刚有特别谈到 他又带来另外一段影片 是跟家暴有关的吗 对 我说其实真正离婚的原因 绝对是家庭的暴力事件 好 我们来看 当时有警察到现场 我们来看这段影片 这个阿嬷每次都在我面前 把我小孩子爆开 我常常这样你们知道吗 你们不能可怜我吗 我一个好好的东西 被他抢夺走 现在他说他不是现行犯 那是他说的 我们可以在法官面前说 这又不用争执 没问题 那你就提出申诉 对啊 半年内都可以提出告诉 因为有对象 OK 不是说对象 对啊 因为你那个有录影机 那个录的也很实在啊 对不对 这个人骂了什么话都有录嘛 先给你做家暴动报 对 好 到底 因为我们只有看一小段 我们看不太懂 到底怎么回事 其实就是那个 这个密录器录道的东西 对我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 但是他又偏偏被前夫抢走 不还我 所以我也只好就是叫警察来 然后叫警察来 另外一个就是 我常常就是像这样子 他会说 就是把小孩子抱住 然后不让我看 就是不让我跟小孩子 我想要抱小孩子 他不要让你抱啦 他抱啦 他就是最大 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所以我一直都觉得 我觉得在那个婚姻的末期 我的亲权也常常被剥夺 然后大家可以看 这个房间里面 其实摆了一张床是医院的病床 我们直接买一个医院的病床 没有这个病床 我小孩子是先天时到闭锁 很容易为时到逆流 根本就难以照顾 所以 我觉得我的心力一直都是花在 这个小孩子身上 所以他一直在 一直在掳我说 这个房间很乱啊 或是怎么样 我觉得我也是很无奈 大家可以看到 里面的这个桌子 其实也不是这个 就是那个前夫的桌子上 也是乱七八糟的 我不知道他用什么 只管媳妇不管儿子 然后我真的是 都是去医院照顾小孩子 你与其说我脸盆发没什么的 我就告诉你 我只在乎小孩子的 在医院的澡盆 我有没有弄干净啦 而且我根本也没有用这个脸盆 但是我还是要问一下 你说刚刚那段影片 其实已经是第二段了 第二段是因为 他把你的 面露器的 第二段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 那个蛋糕 它是不是骂得很凶 那是第二段 对 所以是第二段 所以这段他自己也知道 是很糟糕的背后音 所以他就把这个录音 要抢走 那所以才会有第二段 所以才会有后来 所以这段是第二段 后来才会有警察来的 那一段第二段 但是有一个是 你把前夫的什么 什么公事包 什么说丢到门外去 他们就有一个照片 他就说你是一个 蛮凶害 蛮泼辣的 而且说你那个什么 他的姐姐出来 把照片拍下来 拍下来就是说 你把公事包丢外面的照片 你还对他呛瞎说 你要玉石俱焚吗 我告诉你 我比你们更厉害 你真的这样呛他们吗 对啊 因为他如果 如果要扮演独孤的话 我也知道呛他 所以你是原来就这样 伶牙历齿 然后他说你打鸡骂 我这样骂 不是 我当然不是伶牙历齿 为什么别人不觉得 我伶牙历齿 只有他们家的人觉得 我伶牙历齿呢 他这个大姑为什么不去 伺候自己的婆婆 要来管我 要不要伺候婆婆呢 这个大姑明明住在 在三楼还是四楼 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要跑来二楼 我们房间外面 夫妻吵架的时候 他来拍照呢 所以你是全部都住在 同一层大楼里面 这个大姑他是住在泰国 他常常会回台湾 回台湾就住在自己的娘家 他不需要去伺候婆婆 我跟他就是明显的对比 那你把先生的东西 东东丢到门外去之后 你还跟你婆婆 这样丢东西 互丢吗 还怎么样 没有啦 其实注意一下 就是说你东西丢出去 其实也都是一些杂物 书嘛 我并没有丢他贵重的物品 所以其实我在 书你如果砸到他 老人家头砸下去 也是不得了 没有砸到他 没有砸他 我没有拿书砸 你有没有看到他是在地上 我是放在地上呢 我还没有砸的动作 不要误会 我只是单纯的就是说 我一定要发泄 我总不能自己去跳楼 我还是去虐婴 还是怎么样 我要发泄 我就把它 拨上的书 拨上的书 把它丢出去 你们家的小孩子 是不是在现场 听到哭的声音 小孩子两岁以下 都是会哭的 不管你有没有什么问题 当然这个环境 就是对小孩子不好 所以我才决定离婚 好 我们来听 那他们之间 还有过什么样的对话呢 这也是黄医师所带来的 独家影片 你那小杂母咧 什么人小杂母 你再说一遍 你再说我小杂母就 你再说一遍 你刚才讲我妈什么 他如果说我是小杂母 我就说他小杂母 到底谁骂谁小杂母 当然是他有 这个是不是影片没有解好 当然是他有先骂我小杂母 然后我才骂他小杂母 这个婆媳关系里面有一个关键点 被我看出来了 就是他的妈妈在骂你的时候 这个老公没有说妈 你稍安心一下稍等 反而是跟着就骂你 难怪你的气到现在 而且我看你做到现在 大家都在攻击你 整个社会都在说你完蛋了 你还是很镇定 可是我看你眼泪快掉下来 你还是这么坚强 你为什么可以这样做到 可是因为你要选择这个婚姻 是你自己选择 你需要承担吗 先生在婚姻过程中 是我选择这个婚姻 所以我来解决这个婚姻 我是因为婆媳问题开始 我也可以结束婆媳问题 我要告诉大家就是女生 你就算嫁错人 遇到不好的婆婆 你都可以结束问题 而不是结束自己的生命 这就是我今天站出来的原因 我可以问一下 那当你和婆婆 有言语争取也好 或者有肢体动作 先生刚刚其实 老师说到有 先生有没有扮演一个 你选择的角色 先生的角色是什么 先生的态度 我们看一段影片 好 我们再来看 也是独家影片 说什么东西 你刚刚不是讲说 你自己要长出滚出去吗 我为你生两个小孩 你自己想滚出去你就出去 照顾这个小孩子 到这么久 我会说我自己滚出去吗 我只能告诉你说 如果说你凡事护着你妈妈的话 我当然没有办法跟你相处 我跟你讲 凡事护着我妈妈 什么叫做凡事护着我妈妈 他就是我妈妈 对 没有错 所以你护着他OK 可是你也不护着老婆 你要栽赃要嫁祸 什么都推到了你的老婆身上 你刚刚是不是说我不会做事 我把你家 我把你栽赃嫁祸在哪 你就是要跟我妈妈讨价 他都结巴了 妈妈 你也知道结巴 你的前夫还不会跟你吵架 难怪这个整个社会上 都没有他的声音 可是事实上他气成这个样子 不是 我觉得我今天也帮我前夫 说一句话好了 这个事件会闹成这样 不就是因为他没有什么决断的能力 他也没有什么做主的能力吗 其实我也蛮同情他的 比如说你看到这个事件 你有看 你说一个舅舅出来爆料 其实他并不是当事人 为什么都是这个 我们没有听到当事人的声音 当事人里面就是舅舅最大 你知道吗 比如说你前夫 他觉得他已经没有办法控制你家运 你没有办法给你对抗 他舅舅可以帮他们下去 但是我觉得你没有想过小两口 自己出来过生活 不要再跟婆婆住在一起吗 我有提过 他说如果要出来生活就是离婚 所以我做到了 而且当初就是说 要提离婚的时候 还一直在法院 一直给我拖延 都说不要离婚 其实就是拖延 就是我们更好生活的机会 阿官我问你一句话 所以我们常讲说 夫妻要去和八字能不能结婚 我觉得以后要做婆媳 和八字 和的才结婚 对吧 我们过去经常说 孩子是夫妻间的润滑剂 但在又家的婚姻里 孩子可能是婚姻破裂的导火线 可不可以谈一下孩子这件事 因为舅舅也指控 他说其实结婚了一段时间之后 你一直都没有怀孕 但 那就是先生精子有问题 我怎么怀孕呢 好 但是 我也很苦情 生出来的孩子是 有问题的孩子 所以他就说孩子什么 到了七岁都不会算算数 我不晓得整个 因为我们是这个 二十七周早产儿 早产儿的常见问题 就是会发展迟缓 所以其实真的是 没有让他去上幼儿园 也是因为身体就这么差 很容易感染 所以是我自己在教 那私立的 那到底你有几个小孩两个吗 就是做迟缓婴儿双胞胎 是双胞胎 对 然后是就是自己在教 那我自己其实有podcast 我的小孩子 跟我在podcast里面 是有互动的 大家听 网友听到都觉得很聪明 那只有就是跟他 有血缘关系的这个前就 就会说他笨 我也没办法 你可能是问他加减不会 可是你有问他地心引力 你有问他光合作用 你有问他人体吗 人家是会的 你不在乎而已吗 每个人对教育的这个focus 是不一样的 那我的小孩 我知道 那两个都有状况吗 就身体的状况 两个小孩子都是每天吃药 只是说我 我觉得我不需要去 去跟大家报告说 我的小孩子有多难照顾 如果你曾经照顾过病童 你只要生病一个月 妈妈你就知道了 我们是从出生 就住在灵口长根的家护病房 没办法出院 我们的周岁是在医院度过的 你就知道这个小孩子是 要经过他自己多努力 我们家长要多努力 才能活到今天 那请问他们现在可以看电视 看得懂 常常看到你们这些对话 这些上节目所谈论的 你们家庭的状况吗 可以 他现在的年纪 那你觉得这样对他们是好的吗 如果这个状况一直下去的话 所以你要引导他 我觉得这个社会的问题 就是掩饰太平 我们的社会明明就是纷争不断 所以不是让人家不知道有纷争 而是知道你怎么去面对纷争 我想这个是我的这个人生 我的家庭会面对到的 因为你一直上节目一直讲 他们就会一直回籍 所以这事情就没有办法解决 但我想问一下 没有啦 其实我比较 我比较站在小孩子的立场想 就是说今天这个 这两个小孩子 其实是照顾起来很辛苦的 那你一个人照顾也非常辛苦 那有没有想过 让夫家也互相分摊 让孩子能够有的时候呢 跟妈妈在一起 有时候跟爸爸在一起 因为爸爸抱怨说你不让他看孩子 没有啦 这个怎么会有不让他看孩子 他如果态度好的话 那个时候正在纠纷的时候 你要约时间 你不能说跑过来我家 我人在上班 还是我人在不方便的时候 你硬要看小孩 那你这个是要霸道 你不是来跟我谈 谈怎么样沟通吗 那我们是有 我都有依照小孩子的 这个法院的裁判 第一周 第二周 第五周的周末 一定要去前夫家 反倒是 我都准备好 我的时间都是准备给小孩子的 反倒是 成夫常常会说他有事不来 常常喔 一年至少有两三次 那在离婚的过程中 他争取过照顾孩子吗 他当然争取啊 但是事实上 那为什么没有判给他 因为照理说 附加千亿财产就好以来 因为他一年大概都会有超过一百天 是不在台湾的 是因为这样 所以后来法官是看你 对对对 然后还有就是 其实我们呈现出一些法院的证据 就是说他就算在台湾 他也是去打高尔夫球 你心就是没有放在小孩子身上 我们都有提出证据 那他有没有在经济上 他有没有在经济上帮助这个孩子 经济上他就是尽量不要帮助 就是给予法院应该给的金额 目前都还有给啦 不想哪一天不给我不知道 那那时候法院判一个月是要给多少钱 法官一个小孩子是判 这样生病的小孩子 勉勉强强 我一直帮他争取 我们律师一直争取 才争取到一个是两万四千五 那两个就差五万块这样而已 四万九不是五万 差一千也是有差喔 台湾的婆媳过照三百回之后 请接下来谈谈我们的疫苗 有没有着落 会不会成为亚洲独漏之后 有全球独漏呢 好 这个阶段参与我们疫苗讨论的 邀请到民众党立委蔡碧吾 嗨 各位朋友大家好 邀请到读物学教授赵明威 嗨 大家晚安 以及加入讨论的是 前民进党立委郭正亮 大家好 刚刚带你来关心的是 我们是亚洲独漏 有没有可能真的变成全球独漏 COVES在今天公布了第一破名单 陈时中没有正面回应 台湾是否在列 陈时中要看一下名单 台湾真的没有在上面 我们来看陈时中怎么说 世卫的COVES疫苗 它首播会在二月底左右开始发放 那包括印度 巴基斯坦 奈及利亚等这一些国家 世卫是COVES平台 现在已经发挥它初步的效能 大概在第一季地 它陆陆续续 会有这样的示范出来 那因为我们跟它也有订阅合约在 我们应该也可以分配得到 今天公布3.37亿计的疫苗分配 分到的国家有145个 整个国际卫生组织的国家 就185个 总共140个国家本点 我觉得 我想在里面的逻辑是什么 我就想说应该是疫情最严重 最穷的国家嘛 对不对 不是啊 事实上不是嘛 因为疫情轻的比如说越南 越南人口9500万 实际上它的确诊人数不到2000 它跟台湾是一样轻微的 好 越南有 可是越南就拿到488万 好 那另外就是说 我们说有钱国家 应该不要透过COVAX 应该透过商业采购嘛 对不对 比如加拿大 加拿大一根拿到 人口不知道几倍了 加拿大呢 以他们自己买的 不是COVAX分配的 对 他自己全国老百姓可以打五次 是啊 可以打五次 那他都已经可以打五次了 COVAX还要分配给他 还给他190万 其实我跟你说 这回我们不是COVAX出了问题 我们授权代理生产的部分 也出了问题 因为去年8月我就看到一个报道 说我们台湾在争取牛津疫苗的 授权代理生产 那个时候说很有希望 结果后来1月就陆续公布 印度 泰国 中国 韩国 南韩 阿根廷 台湾也没有 所以近来为什么南韩拿得到 南韩拿到271万剂 因为里面有一些是在SK做的 是因为他们有参与生产 然后印度 印度分的很多 印度分很多 印度分到 你看印度分到9716万剂 为什么 因为牛津疫苗最大产能就是在印度 所以如果你有授权代工拿到这个 那你接着就说我做嘛 我就多少留一点下来对吧 那这个人家多少要做面子给你嘛 结果我们授权代工也失败 我们来看第二波 有没有可能有中国疫苗 因为中国现在已经决定向COVID 提供1000万剂疫苗 马上要经过审批了 这我补充一下 三月初已经传出来 要针对中国的科兴跟国药的疫苗 做审查 好 那如果一旦审查通过 应该是回复了 就纳入COVID 就纳入COVID 那如果COVID把中国疫苗分配给我们 我们要还是不要 我们不能 我们不能要求 所以到时候 这不是很尴尬吗 你问阿众我不知道 阿众有回答过 在今天记者问他说 是不是只要是我们的敌国的 我们就不要 他说没错 你说的是事实 是华盛顿邮报这样写 对 阿贡文嘛 阿贡文嘛 他承认 好 所以我们的疫苗 确实超级烷 本来有一批他要非常早送来的 那那一批好像现在目前受到 这个欧盟尽力的影响 现在因为欧盟的情况也蛮混乱的 那我们好像有相关的一些禁止 我们洽谈的疫苗场上 另外三家 就是有跟焦生 默克跟诺瓦瓦克斯在做接洽 我们每一家厂商几乎这个 开始进入到以前在二期后 看起来数目都蛮不错的 开始进到三期 其实我们就是陆陆续续都会去接洽 我们很少会去一次下单一的 在我们去年就跟大家讲 在那个时候其实情况未明 所以我们是多重目标的投资 免得避免这单一的投资 万一产生任何的问题 我们承担不起 那到底有没有疫苗前课 因为 疫苗前课 因为柯P在一届 那前两天柯P自己也自爆 他说确实有人来找他 兜售十万剂疫苗 我们来听柯P怎么说 国际线路市场都有 都有人来跟我兜售 我说我们还是交给 中央统一发布的 统一处理 因为这样 你想我们两千三百万人 你给我十万份 我只知道了麻烦而已 你要打给谁 谁可以打 有人说我有疫苗 有十万剂 买买 你看 没怎么做 你会怎么回答 请你去联络 联络想象 浩浩 中中 对了 你说的 很正硬 我手头没钱 你会打我多数 里面也很可笑 他说有来多数 要记得找 中中 想象 不要去找 磕磕 对不对 这个我想医界的应该都知道 我们在医院里头工作 其实会有很多新的药厂 新的医材厂的厂商 会来跟我们介绍新药 介绍新的医材 我觉得这个在医院 在医界里头 这个是比较常见的 所以国内也有很多的大厂 大家猜就应该猜得到 国内有 其实美国的三大药厂 在台湾 在台湾也有代理商 也有他的分公司 这些有什么他们的 他们的主管的 CEO 或者是董事长或总经理 应该在原厂里头 他也有他的董事的一个身份 那这些就好像 我家公司我生产一个东西 董事跟董事长一定有 身上一定有一些扣打 比如说买食送衣之类的 就是类似伴手礼的一个概念 所以基本上 以前我们里面也是 常常会有人来 这可能是当时 他本身构金的扣打就对了 对 那会不会不要讲说 什么前科来跟科皮兜售 因为我想这个还是很专业的一个 一个调查 这够人的扣打 说实在有种病不更好 对吧 问题是为什么呢 中中也可以去找柯柯问说 哪里可以买得到 我相信他应该也知道 因为之前联合报不是礼拜一 就出来说 有个十万剂的疫苗吗 我相信也是同样的一个管道 只是现在就困扰就是说 如果这个扣打只有十万剂 让他让他进来 第一 我们的食药署 有没有要证登记的 事实上他还是要根据 这样的一个程序 如果他没有让他 疫情指挥中心让他特殊管道进来 问题是进来之后 好 这十万剂要打给谁 医护人员 问题是我们现场的医护人员 恐怕不是十万人 33万 所以你要分配要先给谁打 这个就是刚柯比讲的 这就变成他的困扰 如果要打两剂的话 应该至少要66 对 所以就是你进来的 其实也是不知道要分配给谁 问一下教授 来 现在有谈到 牛津疫苗接种三个月之后 保护率达到76% 甚至如果即便你量不够 只接种一剂 保护率也不错 对 其实我们目前拿不到这个疫苗 但是我觉得其实并不是非常糟糕的事情 大家你看 这个有效率达76% 而且只要一剂就可以到76% 对 其实我们按照之前的这些报道 还有我们之前看到的资讯 其实是95% 不是76% 对 他现在是说一剂76% 对 但是问题就在于说 我们打疫苗的时候最在乎的是什么 有效性跟安全性 但是现在我们发现到说 这一个76%这个数字呢 是根据上个礼拜发表 在一个很有名的期刊 叫做赤洛针的这个期刊上面 它所刊出来的 这边呢它写出来了很多很多的 这个数据 对不对 但是这个数据呢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先讲一个正向的 正向的就是说呢 哇 它们在这个整个时间表里面 我们就看左边这一个表格 看下数字非常的多 可以看到这个呢 是这个时间 代表说什么 打了第一针之后 打了第一季之后呢 再打第二季的中间相隔的时间 这是相隔时间 对 像比如说打了第一季之后呢 然后第二季再隔了六个礼拜再打进去 然后再隔了这一条呢 就是隔了十二个礼拜再打 然后我们看到中间这边 我们都可以忽略 因为这数字太多了 我们只要看中间这一条 这一个 这个数字 在这个地方 我们只要看到说 在六周之后呢 打了第二季之后 它的效果 增加了这么多 2222 这个是它增加的这个抗体的数字 22222.73 对 比原来的这个 只有481个抗体 要来得多 这么多倍喔 这听起来是好事对不对 对 但是呢 我们再看 如果说第一季打完的第二季 隔了十二周的话再打 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六万三千一百八十一 它是它的三倍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说 它在这个时候 就可以明确的知道 我们打第二季之后 它的时间会是 在隔了十二周 隔久一点比较好 对 隔久一点比较好 然后那 但是问题就在于说 这个报告 目前又被人家踢爆说 它实际上是 这个药厂偷偷做这个实验 因为你可以看到 这边这个数字 跟这边这个数字 大家都是六到十二周 六到十二周 那都一样 为什么会有两个表格 这个它是偷偷做的 它把这个剂量呢 偷偷减半 它不让这个受试者 一千五百名的受试者 知道说它偷偷减半 所以你说 这个国外大药厂 都常常会做一些那种 很奇怪 让我们无法想象 那它减半之后的效果呢 对 减半之后的效果呢 发现结果也还不错呢 结果后来发现 它这边六万多 对不对 这边也是六万多 也是六万多 而且还反而比较高 反而比较高 对 所以但是它问题 不是在于说它的效果 而是在于说它偷偷做 它没有让这个受试者签名 它就偷偷做 那是程序的问题 但是我想民众更关系的是结果 没错 所以如果我们第一季打完 再打第二季要隔久一点 那第二季呢 即便机量不够 打一半也没关系 因为它的抗体产生的数字 还是很好 是 没有错 所以它这个结果 其实告诉我们 其实是正向的 只是后面有一些负面的消息 在这里面 好 那我们看到 除了疫苗之外呢 现在有新的报告说 丹宁酸可以抑制新冠病毒 对 因为这个研究呢 其实我觉得出来的时间刚刚好 因为我们说实在话 台湾目前就真的拿不到疫苗 所以那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 可以帮助我们去对抗这个COVID-19 那丹宁酸它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那这个东西本来 它就是用来做抗癌的药物 它用来抗这个前列腺癌的 但是呢 这个东西也是刚好 我们台湾的中国医大 做出来的这一个新的结果 它就告诉我们说 这个东西呢 它可以很明确地去 用来对抗这个病毒 让它不会去攻击我们的细胞 这个图怎么看 对 丹宁酸它的概念跟疫苗不一样 疫苗是它进到我们身体里面之后 它会产生抗体 用来预防去对抗这个病毒 但是丹宁酸呢 它是病毒已经进到我们身体里面来了 它进来之后呢 然后我们有了丹宁酸的话 我们可以去对抗它 让这个病毒呢 它不会去攻击我们的ACE2的这个接收器 好 所以这个颜色的不同 它所代表的是 它这个颜色不同呢 就是告诉我们说 这一个剂量 就这个是剂量 对不对 大家看得出来的剂量 红色这个是低剂量 然后这一个浅蓝色的是一个 水蓝色是高剂量 25 又不同的剂量呢 可以告诉我们它抑制这个效果 它掉下来的速度就比较快 喔 剂量越高 抑制的效果越好 抑制效果越好 那抑制的地方呢 就在于说 我们让这个病毒进来的时候 不要让它靠近 然后让它完全没有办法去感染我们的细胞 这样子病毒它就不会进到我们身体里面 产生这个新的病毒出来 那平常我们是多试这些水果吗 对 丹宁酸是香蕉 葡萄 柿子 含量很高吗 对 含量非常高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红酒 但当然还是酒不要喝太多 因为副作用比较多 但是红酒里面丹宁酸很多 一直喝一直喝 对 好 然后大家来试 品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